172 星島日報 啟程正多三水樣本超標 2015年7月12日要問A01啟程 最後一批36個水樣本,再揭多三個含源梁超出世麥平 A其中一個樣本更超標2.5倍,先後共7個水樣本超標 涉及H內四臟大廈,水務處作中五起在啟程H設兩個臨時街喉宮水點 又即時開始鋪設臨時水管到每一臟大廈地下,方便居民取水 估計兩三日內可完成工程 房署署長應要康直言,啟程H的用水是要特別小心的 處方日後鹽流會加鹽食水含源量,涉4下最多超標2.5倍 房屋署署長應要康表示,啟程H最後一批36個水樣本來 至35個住宅單位和1個H內設施,發炎結果顯示再有三個超出世麥平 分別每公升水含源量10.8、11.6和35.1微克,即最多超標2.5倍 三個樣本都來自住宅單位,正聯絡住戶,其餘33水樣本及格 當局連日來再啟程H抽取共四批食水化驗,共115個水樣本 確定其中七個含源量高於細麥平A涉及賞情流、康情流、樂情流和滿情流 以及早前已公布有兩個水喉汗料養本含源 我們其實已經覺得啟程H的用水是要特別小心的 特別是六歲以下的小朋友、孕婦以及暴雨的媽媽都不要飲用單位內的水 前晚開始當局向居居派發瓶裝水,截至作早已派出2000瓶個重4.5公升的瓶裝水 零派了7000瓶個重0.8公升的瓶裝水 上述三類居民優先,但其他居民如有需要,可以在登記後取水 由於不少居民投訴瓶裝水很快用完,要求當局派出水車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當局會安排接駁臨時水管至啟程H 每一藏大廈地下,方便居民取水 另外,水務處又開放兩個臨時供水街喉,讓居民取用 當局以擇承成成建商找出含源汗料所在,制定處理方案 但仍未有具體更換喉管方案,會盡快公布做法 對於現時訪處收勞時抽驗水讓本不驗含原量 應耀康稱將來會作出相關檢驗,當局亦已向居民信商派發健康資訊小冊子 ur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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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等一下 VovvvvvvvV 好像在訪詆上 shortb each 柔路後 你ivesiniz 》